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幾個攝影師已經交通了 不然我們來也好 我是來斯洛巴 所以我聽說他們超級不守時 是真的還假的 房東在收錢的房子也很浪漫 就說我明天就會 我明天幾點會到你那邊 大概過了三天之後就打電話來說 真的… 歡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 Let's go Working Holiday 好像大家說英文 Working Holiday 是Working Holiday Work 大家都知道 Holiday也知道 但是Working Holiday 就是打工度假的意思 我了解 叫做送各一檔探機 是… 是… 出去玩 以那個打工之時行… 打工之名行玩樂之時 這一邊剛好有六位 他們都有打工的經驗 是…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對 他們都去不同的國家 還滿特別的 那四位為什麼會來 我們是… 今天不超級 我們一道 不是 這是斜錯版的吧 看一下… 陳老師是沖澡吧 沖澡… 人家那邊有沒有 澳洲 美國 西班牙的聽起來多豪華 澳洲 日本 你這邊沖澡 沖澡 沖澡 歌舞伎丁啦 怎麼會選擇日本呢 我在美國待過也半年 語言不通 身材 雜像 完全不能容辱 對… 不會啦… 會不會下去 我都日本搭電車走到那邊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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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已經知道在那邊了 而且比日本人長來對象日本人 真的有耶 真的 如果在日本來講妳算帥的 要擺這個 潔衣室的感覺 年輕的時候 潔衣室的 潔衣室的 他好像潔衣室 有人說像王大陸耶 所以 真的假的 連跟你說的 王宋萍吧 所以就說 妳到日本的原因 主要就是好溝通 可以… 妳講話說妳懂嗎 可以 可以 怎麼她講起來就這麼好聽啊 好奇怪喔 妳今晚有空嗎 對 妳是日本 澳洲都有 澳洲是讀書嘛 對 但是日本是去 去交換學生一年 所以那一年的時候有打工 有一些有趣的事 真的 千金怎麼可能打工 有… 妳去打工應該都是那種 門面吧 長這麼漂亮 沒有 我真的有去打工 那妳做過什麼 我做過家教 是… 對 對 真的 妳懂… 妳的東西真的 應該變了 這一段還有拍成當時的女人牌 有紀錄片… 有紀錄片 風流房東俏家教 不是啊 教什麼… 我在咖啡廳教英文跟中文 咖啡廳 只有咖啡廳我不去人家家裡 因為太危險了 教學的過程 妳也吸收了日文 教學的過程之中 假如說他們聽不懂的話 所以妳日文是真的完全沒問題 我其實也沒有到完全沒問題 但是對話是可以 因為我住在那邊一年 所以就是有一些… 對 有人去那邊待七八年什麼都不會 妳那時候是說妳 張老師那很不一樣 但西班牙這個太離奇了 對 剛剛講到Working Harder 我要講的另一個概念 就是叫Gap Year G-A-P 然後Year 就是他們很流行 了解… 大學四年裡面留一年空白 要去逛Gap 要去逛…不是逛Gap 那一年空白 那一年要去做一些 妳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 我那年就去西班牙去 假裝交換學生但死打黑工 然後什麼酒莊 然後那個什麼… 貼那個什麼封條 然後海報 然後咖啡廳我都有去過 你有真的賺到錢嗎 就是賺到我們自己購吃購用的 購吃購用 購吃購用就好了 充電一年順便去打工 最好做到那種 有那種青年女館包吃包出的最好 所以西班牙去了一年 一年一年 打工打一年 對啊 西班牙的飲食你還能接受嗎 其實可以 什麼那些塔巴斯 那些都 塔巴斯很好吃 對啊 OK的 而且吃飯吃好慢 可是你在西班牙 你的長相華人 那個時候是融入得了的嗎 可以 把自己曬黑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頭髮 他那時候還沒有頭髮 我那時候有頭髮 有頭髮是不是 有頭髮 很帥氣 對 而且那個時候那個 其實那時候也是李小龍 對 不是 對不對 應該是那個話 你們老外好像都覺得好像 我們功夫很快 Asian 覺得Asian都會舞 都會有功夫 對… 這一年你就常聊這些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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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打過什麼青年旅車都有 而且重點是青年旅車好玩 我真的推薦給大家 青年旅車是包吃又包住 真的很好耶 你剩下來的那個都可以起來 而且他們一般都是有兩班 就是早班跟晚班 然後基本上的話 你可以就住在那邊 就一整天住在裡面 然後洗澡 吃飯什麼的 都方便打工 但是重點是 你要選擇一個好的地點 要選擇那個地點 就非常的不好 有點在巴塞隆納那個南部 然後那邊治安非常非常不好 有一次我看到就是晚上大概10點多 有兩個青年人背包客 一個德國人 一個俄國人 喝醉以後兩個就開始打架 打一打… 因為俄國人很高嘛 就像往那個德國人那邊捅下去 嚇死了 然後那時候也不懂了 英文趕快打91這樣… 你不懂英文你怎麼打電話 沒有 就跟他講說 警察叫我 警察叫我 打開… 某某酒店這樣 然後他們就趕快過來 而且問題是 十幾分鐘過來以後是 我記得那時候是 沒問題 救護車先來 然後他單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還有心跳 還有氣 然後後來聽到 去到那個急救醫院以後 大概一個小時後就拜拜在那 宣告不錯 那這真的很危險耶 然後我就被警察 就叫去那個當地的派出所 去畫那個筆錄 指證那個人這樣 畫筆錄 這是畫臉 畫臉 還要指證那個人 然後我指證那個人 說對的人 你知道嗎 然後當場被搜壓 然後還好他都沒有回去 所以我晚上兩三點回來以後 那個老闆我想說可以放假 他說可以讓你放一個禮拜 結果那個老闆說 對 你可以放一個禮拜前 但是請你把現場清理好 讓你打掃有血跡什麼的 然後大概就 那個血跡大概就這邊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大 天啊 要我拿抹布這樣抹 然後這樣扭 抹布這樣擰 這樣會精神崩裂吧 你知道嗎 我說扭的時候手都在抖 你知道嗎 人經過他還要跟他講 I'm not a care I wit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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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文… 澳洲 對 我都在澳洲 打工有學 大概兩個月而已 因為我第一天就後悔了 為什麼後悔 因為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你知道我在 因為我就是英文很爛 所以我才學澳洲 所以叫陳英文 對 陳英文 英文 那時候我讀的那個學校 是人家介紹的 然後那個老闆的 對 英文學校的老闆 就對我很好 他說晚上要帶我去 妳應該說校長吧 那個老闆 老師去學店吧 學店的老闆 對 然後就跟我講說 他晚上帶我去Night Club 喝東西 然後那時候你知道 在台灣布丁姐姐 是不能進去這種地方的 所以而且再加上 我們台灣很少講 比如說Lossy Club 或什麼18 Club 不會加Club 就直接講那個名字 對 講名字 所以我聽到Club的感覺 就是喝東西的地方 妳正妹啊 她只是帶進去 沒有 那時候我去 因為我真的很白癡 因為我那時候住Homestay 然後 Homa就說 妳要讓妳晚上自己小心喔 結果她來載我的時候 她傻眼這樣 頭這樣看到腳 然後說 妳怎麼穿這樣 然後我說要不然要穿怎樣 結果Homa就趕快 就是問她說 妳們要帶她去哪 她就講Night Club 想說喝東西而已 是要穿怎樣 我就穿了帆布鞋 然後牛仔褲 簡單的T-shirt 對 結果後來她說她穿這樣 很不好帶 結果後來 Homa就馬上帶我到更衣室 她馬上帶我到更衣室去換衣服 然後一下拉低胸拉到這裡 我說不行…這樣 我沒有辦法穿 妳現在整個漏背 我說這也不行 對啊 我整個大姐放在那邊 結果後來我最後是真的 無法踩高跟鞋 因為我完全不會穿高跟鞋 後來她就給我一雙卸型鞋 就最簡單的 平平的這樣子 對 後來去的時候真的是 一路上她就開始再妹 天啊 怎麼 結果妹上來之後 我才覺得自己真的要去的地方 可能不是我想像的那種 我以為妳要說妹上來才知道 對… 對… 我會… 別多好笑的吧 我這時候在美國讀書也是這樣 她不是妹 她是姐姐 真的 妳講的也算貼心 因為當時就真的是很素 就是很簡單 想要去學英文 想要去打工 而且台灣女生看起來 就是年紀輕輕的這樣 其實我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在兩個地方上過班 一個是在衝浪學校打工 然後一個是在農場上班 那時候真的是想說 想說可以學衝浪 就去那衝浪實在太難學了 手差很斷掉 腳差很斷掉 因為真的不太會衝浪 妳到底會什麼 我都不會 老闆有被我嚇到就是 老闆也覺得說就是 妳這樣第一天來手就扭到 第二天來就是膝蓋 就在海裡面滾 然後膝蓋就整個瘀青 然後後來這陣子整個歪腳 歪手 然後在那裡就是幫忙洗東西 然後 對 認代慣烈 所以我那時候是真的 對那裡印象一開始就沒有很好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慘了 橫後回去 對 所以兩個月妳做了幾種工作 大概兩…算兩個單位 然後我覺得工廠最方… 就是工廠其實最可怕 但我後來沒有去工廠 因為本來有點想要去那種 雞肉工廠上班 對 但是他說 你有辦法嗎 因為如果你會怕冷的話 其實不行 因為它都要0到3度C的地方上班 不行啦 像澳洲回來 妳去哪裡 沒有 我去做雞肉工廠的工作 雞肉工廠 而且工廠 可是妳到那個工廠 才真的可以賺100萬回來 100萬 你知道有很多人 有很多 你知道越辛苦的工作越好賺 就是如果在工廠上班 像什麼屠宅場這樣的地方的話 一個小時20歐 20澳幣 20澳幣 你就大概乘以30左右 大概一個小時600塊 如果她的時間常常會超時 因為要做的人不多 對 超過時間 所以可能12個小時 其實一天就五六千了耶 一天的 真的就很辛苦 喬莉分享韓國打工技食 吳宗憲討回歷史公道 第一位喬莉 喬莉歡迎 因為韓國她一個人 一生只能去一次 然後只能夠去一年 為什麼 對 對 他們說屈原是他們的人 道家裡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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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民也是阿公人 我已經協調好了嗎 王健民是我們 我有兩個很特別的學生 學生就是 她是律師 其實她中文已經超級無敵流利 但是她就執意要 這個故事我不用聽 一定要 到最後 對… 一定要先買卡 不要啦 要先買卡 要先賺錢 要先辦會議 而且她自己自己可以做證 閉上眼睛 手伸起來直接靠路 對啊 對不對 你們三個 冷靜一點 對 她就是準備了那種法律的書 然後她要唸文章給我聽 然後就是看她有沒有唸錯 比方說這個法律條約 比方她有個字唸錯 就說不是 她是什麼… 就這樣子 整堂哥就聽她唸課文 真的啊 反而是她在唸 對 妳只是糾正她 對 我只是糾正她 然後她在跟我說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 對啊 她就會跟我解釋 對 她真的是糾正 妳不要說怎麼查那麼多 真的嗎 那個課沒有上 因為那個 沒有啦 沒有… 我都在咖啡廳教 然後我有另外一個日本學生 是 她就會說 她就會說什麼 她就會說什麼 昨天晚上我夢到Jenny先生 我們去約會什麼… 妳們給我們好好的這個 聽一下… 我們今天六位來賓 都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對啊 認識了不同國家 沒去過 第一位喬莉 喬莉 歡迎 總共去了幾年 韓國她一個人一生只能去一次 然後只能夠去一年 為什麼 真的 有這種規定 有 就不願再去了 但是要去哪裡啊 妳是在首爾嗎 我待首爾 對 真的太好啊 有看到什麼特別的事嗎 因為妳其實長得很韓國人耶 其實有時候像 披薩也是發 他們發明 對 種子也是 豆漿 義大利麵也是 豆漿也是 王健民也是韓國人 她說同志也是韓國人 對… 我已經協調好了嘛 王健民是我們的 這樣很公平啊 很公平啊 因為我們有飄養過還嘛 所以加三點水嘛 三點水嘛 過鹹水了 其實在韓國的時候 剛開始去最不習慣的 還是飲食文化 飲食嘛 都是檸檬 對 還好吧 我覺得很好吃 不是辣 我覺得不是辣的問題 而是你吃飯 他們吃飯很多不同的習慣 包括他們吃飯一定會配酒 就他們應該說不只吃飯 是只要任何場合可以喝酒 他就會喝酒 這個是污衊了韓國人 怎麼了 真的假的 不是嗎 吃飯一定配酒 絕對沒有 好玩 這個會弄清楚 跟事後菸的意思一樣嗎 為人要抽那根菸水才 是兩回事 那是兩回事 不一樣啦 好 就是每餐飯都一定會點份酒 我比較不習慣的是在於 我們不是會習慣公塊母吃嗎 但韓國人就會 我去這種他們的 可能是尤其比較傳統的家裡 他們會一大鍋湯 因為韓國很愛喝湯 對 可能一次都兩種湯 兩種湯 兩種湯 一大鍋湯 然後一桌可能我們做五六個人 每個人都用自己湯匙咬湯 對 我不習慣 對 吃一口飯再咬一口湯 對… 等於我們就會覺得 吃到別人不同人的口水 而且用辣湯匙還咬飯 對 等於在裡面吸 來啦 甚至是第一次見面的也都會這樣 吃飯不能拿碗對不對 對 他不能夠拿起來 他一定是這樣子吃 因為他們覺得你拿起來 然後吃的話 真的 我們不要 我們要是以碗就口 他們是以口就碗 可以賺多少錢 韓國 其實我覺得韓國 沒辦法賺錢回來 就是打平生活費 對 因為消費也滿高 消費也滿高 就是一餐飯也都是兩三百塊起跳 是… 加上住宿很貴 因為韓國住宿來說 單人套房那種的話很麻煩 因為大概平均你要先準備台幣 押金 對 然後很危險 日本也是這樣 台灣相對友善 住一住 然後人不見了 他們真的比較不相信外國人 妳等於是妳前要超過他的租金 妳常常租金 還有保障 期間搞 然後他就再來假收 日本人是要先付三個月 對 一定要 而且他還要保證人 對 而且保證人要是日本當地人 而且其實像韓國跟日本一樣 就是假如說倒酒的話 那時候我也是面臨一樣的問題 就是我酒量不好 然後我就不太能喝酒 然後對方就說妳不喝掉的話 就是不給面子 不尊重 就是因為是先輩幫我倒酒 對 而且他們的酒快喝完的時候 我們要趕快幫他倒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知道我也被罵 就好像是一樣的 對 一樣的 而且他倒完請妳喝完的時候 他還馬上再倒一杯 可是其實我不能夠喝那麼多酒 然後警察要出動去把那些人 載回去幹嘛 對 所以我也是滿誇張的 而且妳真的 因為妳一攤 第一攤吃飯 吃飯就喝酒 一直下去 然後吃完飯之後就說 那第二攤啊 第二攤唱歌 對 唱歌唱完 唱歌還是喝酒 等一下 對 我一直覺得怪怪的 這是妳的工作而已 然後請大家一起唱對不對 然後喝酒對不對 對 然後每天回到家都是早上對不對 對 對 我懂了 四點出門 下午四點出門 但是什麼夠 妳總共去了多久 我去一年啊 對 一年賺了四千多萬 一年賺了四千多萬 五萬 難怪從韓國回來以後穿著衣服 穿著衣服 五千都不敢穿小肩 現在都穿這樣 開玩笑 沒有…我在民宿打工 民宿 對 因為但是不時的還是要跟朋友 出去聚餐 那總有好的地方吧 好地方就是其實韓國人很好交朋友 他很樂意 因為真的已久會有 對啊 這個是澳洲啊 對 我之前是 德國 澳洲 我之前是工業設計師 還沒出國之前 工業設計師 對 然後當然那時候是工作做到 有一點彈性疲乏 所以想說出去休息一下 對 然後先去澳洲是因為 那邊申請的門檻最低 然後最容易 真的喔 然後就想說到那邊做一些 不要動腦的工作 所以你做了 後來就 是不是採鳳梨呢 虛服業 殺鳥 沒有 他超老的 我好羨慕他耶 妳做什麼… 我那時候遇到 一樣是台灣人 然後他們就在街上 然後我就遇到他們 然後他們就建議我說 因為他們知道我會畫圖 他們就建議我說 那妳就直接申請 厲害 而且他的這個 靠藝術過後 對 他這個才華非常厲害 真的假的啦 是還滿幸運 通常我那時候擺攤 第一天的時候 一個下午就賺 三千耶 三千多耶 這很多耶 很不錯耶 我們那個電影院前面 站的那些都賺不到錢 這是去畫餐廳的壁畫 因為在街上就遇到有客人 然後他們就邀請我 這都是妳畫的嗎 很厲害耶 很厲害耶 他們請我去餐廳畫他的壁畫 然後所以那時候畫了 在墨爾本畫了兩間餐廳 室內設計的嘛 倒了沒有 對這還不是妳最厲害的啊 一間餐廳 妳如果畫成這個 收那幾十萬是合理 因為我那畫餐廳壁畫 我畫兩間餐廳兩個禮拜 就賺 然後後來之後都是一直擺攤 然後中間也有去教人家畫畫 會有客人看得覺得不錯 然後就請我去教他畫 就自己一個人流浪在澳洲這樣 對 完全整個澳洲 然後中間會交朋友啊 應該是沒有男朋友才會去對不對 我是有男朋友的狀態下去 男朋友 還去 而且這邊資料說 妳竟然幫人家畫裸畫 這是怎麼一回事 對 人家就會在 因為這樣所以才賺得比較貴 對不對 對 太多了 男朋友一定有狀況才會去澳洲 沒有 發生什麼事了… 妳去那個一年 他中間有來找我一次 然後就再也沒有 沒消息了嘛 再來他就回台灣繼續上班 然後我還是在澳洲打工度假 對 妳們現在還有在一起嗎 我們已經結婚了 來… 來… 通過考驗 通過… 他畫裸畫就有分喔 畫公的還是母的 所以妳是真的有畫裸畫 裸體畫其實我遇到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男客人 然後他會跟我講說 就我畫完他以後 他就說問我幫妳畫裸體 對 然後就想要請我幫他畫裸體 是 我就說因為我自己也會怕 然後我就說我要帶朋友去 我就說是助理 號稱說是助理 然後他就問我說 沒有 我就說 沒有 我就說 我就說好 我就約好時間 地點都跟他談好了 然後到後來他就問我說 我就跟我那個朋友講說 就找一些男生朋友 叫他們陪我 我就跟那個人約好時間地點 我說我帶一些助理去 他說助理男生女生 我說是男生了 他說 他就這樣講的時候我就 這個人怪怪的 這合理 這合理 這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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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圓打工艾爾蘭型 平均月薪 現下所有人 你在艾爾蘭 你怎麼會挑到那邊去 好遠 可是艾爾蘭的英文 那個腔真的很難懂 很重 就是有次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客人就會跟我點說 他要點亞美加諾 因為我在沙拉店上班 所以我就把Avocato 我就把那個酪梨 就是放進他的碗裡 你賺得夠用嗎 還是也是打拚這樣子 其實艾爾蘭薪水就是 也是滿高的 對 時薪大概多少 時薪大概9.15歐 所以我做兩份工作的時候 一個月就是可以打 太厲害了 是現場畫的 所以 畫憲哥跟他有點臭像 蜘蛛 這憲哥跟珍妮 我跟珍妮 對 跟哪怕再同一張好看 好可愛喔 送給你們… 超可愛的 我們一起看這一邊 這樣有像嗎 好可愛 有像嗎 有像耶 有可愛喔 真的厲害… 這好像是畫憲哥年輕的時候 是嗎 對啊 他比較胖之後下二就不見了 畫得有點像老外 對 鼻子太挺 超像 那就笑娜囉 好不好 謝謝你 好可愛喔 再來是我們的圓圓 你在艾爾蘭 你怎麼會挑到那邊去 好遠耶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碩班畢業之後就想說 我求之前是不是 應該要去完成夢想 這就是Gabier Gabier 對 對 所以我就跟我那個大學好朋友 我們就決定一起去打工度假 但因為沒辦法一起抽到 加拿大跟紐西蘭 因為太夯了 所以兩個人去抽 兩個人都沒中 我們就是兩個 原來這個有誰這樣抽 對 對 然後就是在歐洲國家裡面 是英文序國家 就只有英國跟艾爾蘭 所以我們後來就選艾爾蘭 對啊 可是艾爾蘭的英文 那個槍真的很難懂 完全聽不懂耶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有次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客人就是跟我點說 他要點Amerikano 然後我就 Amerikano 對 他就Amerikano 我就好… 因為我在沙拉店上班 所以我就把Avokado 我就把那個酪梨 就是放進它的彎裡 酪梨咖啡送給人家 沒有啦 酪梨沙拉 然後他就跟我拭目交接了很久 我就想說他長得有點帥 然後就有點開心 結果後來沒有發現 沒有是我點錯餐了 好帥 Amerikano 美式咖啡 美式咖啡 變成Amerikano 但是艾爾蘭那邊 我們比較不熟悉 他們對亞洲人還滿好的是不是 沒有 那個 對 因為偏僻人是共同化的 真的是共同化的 而且其實有一些冷漠 不只冷漠 因為我們在路上還會被挑釁 我們是女生 所以就是他就是頂多就是 衝到妳前面說Chink這樣 就是 Chink 這很羞肉耶 對 老中叫人家 就是如果是男生 他們可能會潑你可樂 你就是把你潑出去 妳被潑過可樂 沒有我是女生所以還好 被潑可樂還好怕被潑 所以你看這個問題就很大 妳打什麼工 除了沙拉店 對 然後我還有晚上去做一份黑工 因為那時候為了存錢出去玩 黑手的 兇車 沒有啦 我去黑工 我去日式外賣店 然後當櫃台 就是接電話 所以妳去的這段時間 妳就只有在這兩個地方上班 那賺得夠用嗎 還是也是打平這樣子 其實愛蘭薪水就是也是滿高的 時薪大概多少 時薪大概9.15歐 所以這台幣也是快四十五百塊 四五百耶 而且不是有小費嗎 會不會有小費 對 偶爾會有小費 所以我做兩份工作的時候 一個月就是可以到七萬多 那生活過得去 OK 很好啊 非常好 你們這種工作算高尚的啦 是嗎 是啊 我在日本為了要生活你知道嗎 怎麼樣 曾經耳朵流血流流 沒辦法看醫生 他吃痛因為我沒有知道 我可以公開 對 生病就完 對…他吃了 日本人看醫生 是台灣人用的十倍你知道嗎 所以找同學掛號幫我看病 吃他的藥 後來熬不過去了知道 已經沒有錢了 怎麼辦呢 做最卑微的工作 去那邊抓白蟻 一天三萬塊之幣 真的假的 穿那個房子的 防熱的 去殺白蟻 去殺白蟻 去殺白蟻這樣殺白蟻 真的假的 一天三萬多塊之幣 八千台幣 天啊 從那時候走路就有封了 為什麼走路會有封 那時候有人比他殺了更多 身上都白蟻 然後身上還寫著殺手 對 殺手 然後把白蟻兩個字遮掉 把白蟻一個圈圈 真的比起來你的工作 真的輕鬆很多了啦 然後在愛爾蘭 妳覺得妳去那裡 有沒有獲得一些賞 對 應該有些特別的經驗什麼的 我覺得最棒的是 就是歐洲大家都是一家人 所以就是國內獻飛來飛去 就是非常的便宜 很便宜 60塊 比搭公車台北的還便宜 比捷運還便宜 就是特價的時候 所以回台灣之後 就其實不會想出去玩 因為覺得去哪裡就是都好貴 對 英國的北邊 妳到處都有去玩了一下嗎 對啊 就是我們有飛去丹麥 然後去冰島 就是機票都是1000以內 或者是1000上下 一般人很難去那裡 而且又貴 所以如果他今天打工可以賺錢 又可以去把那邊都玩 對 很好的 所以根本其實也沒有 沒有碰到什麼難過的事啦 頂多就是有一點種族詞 就被罵 潑可樂而已 沒有啦 就是也是有遇到就是壞房東 就是在我生日當天 慶生回去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對 妳有跟他講房東先生 其實 就是我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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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事先告知 然後房子已經賣掉了是不是 對啊… 而且他很誇張 因為艾爾蘭房子其實很難造 我想問 因為我之前有去英國遊學一下下 然後他們好像講說 在這些國家 你如果拍照筆葉 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樣筆葉 跟美國的不一樣嗎 是 真的喔 來 石中慾 怎麼了… 石中慾 我有個外國朋友 因為我是在英國 所以是一樣的 有個外國朋友是一個 就是他跟我講說 這樣筆葉是髒話 是因為在戰爭的時候就是 法國人都會把英國人 這兩隻手指都割掉 然後他們就不能扣板金 所以以後只要這樣就是 就是… 不是 就是說就是F拍頭的 就是我們的中指的衣服 中指跟四指 對 所以就這樣就是說 你們也有這個手指頭 對 就是挑釁的意思 又說澳洲 澳洲好多 太多了吧 怎麼那麼多澳洲 來…憲哥 怎麼樣 自我報告 我在澳洲…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想要去成長 因為我以前也是做電視節目的 幕後兼職員 簡稱公讀生 我後來就覺得 我還是去外面看一下世界好了 不然都在這裡 所以我就選擇去澳洲 因為澳洲是最低門檻 就是基本上你不要有大兵 傻瓜也能去 對…真的是… 真的… 我們這邊有兩個傻瓜 你幹嘛這樣 名額多啦 沒有…沒有限名額 澳洲對台灣是沒有限名額的 對 其他國家是有 難怪那麼多人都要去澳洲 對 而且他的錢非常好賺 對 但是自從出現之後就不一樣 你去做什麼 到那邊去 豬肉…的 處理的 處理的 切豬的 竹仔套 而且他眼睛應該會角磨眼吧 對不對 因為會飛穴 肉穴 不會… 還好拿了開三刀其實 開三刀 真的假的啦 對 難怪你剛坐在那裡 一直在看巧莉的背 再給我切大家 巧莉很後悔 現在穿太少了 我沒有覺得他像植物標這樣 背極發涼 不是 肉而已 肉 肉… 那等很好賺 你說 對啊 這最好賺就是這種 那個後面的肉場 其實大部分很多都黑工 現在已經黑工泛濫 所以其實越來越不好賺 價錢就比較好 是… 所以後來我就跑去做白工了 就是找到一個白工 好很多 沒賺錢的那時候 好很多 我最高紀錄一天賺了一萬四台幣 那你是做什麼 對啊 一天一萬四 就是在廚房裡面就是 就是做廚房幫手 除駐啦 除駐那種 對 除配料 一萬四 待了半年的時間 對 我就待半年 錢賺夠了 我不是錢賺夠了 我是遇到 簽證過期 不是簽證過期 是遇到太多可… 差不多快接信了 是你的團友 好厲害 世元擁闖斯洛伐克 吳宗憲經報國家機密 來 世元… 世元你好 我在斯洛伐 整年好像只有三十幾個人 星期而已 所以我聽說他們超級不守時 是真的還假的 應該說他們的生活上面 不只是不守時而已 就是各種層面都很浪漫 房東在收錢的房子也很浪漫 就打電話給你 然後跟你說什麼時候要來收錢 就說這個月要來收錢 然後就說我明天就會 我明天幾點會到你那邊 OK 大概過了三天 就是打電話來說 對 太可怕了 因為那個 我就是後來住的那個share house 他的房東就是 其實我們都看不出異狀 只是他生活就跟我們一樣 只是比我們更有錢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那麼有錢 對 然後後來就有一天突然 我就是在一個很安靜的下午 穿著我的四腳褲在我的房間 看著我的電腦 這麼地條 結果後來就突然我的門被踹開了 你門被踹開 我的門被踹開 踹開 接著就看到大概有 應該至少有 對 什麼… 然後泰國脫水節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房東他似乎是販毒 然後結果他們已經被跟肩很久了 被鎖定很久 因為前 就是在前幾天的時候 其實警察已經有偷偷來問 只是沒有看到房東的車子 有偷偷來問 他這兩個人是不是在 然後那時候不在 所以他們並沒有行動 但是那天就只有剛好碰巧 兩個房東再加上我在家 然後就攻擊 那你後來就被抓去了 抓去警察 一起帶走了 沒有被帶走 就是到現場 因為你是販毒 他懷疑你販毒 必須留在現場 然後把你全部 所有東西都翻過邊 包含你的衣服全部都脫掉 就是該翻開都該 那你有方便 你也只有一條四角褲而已 他有照片耶 你還有空拍照 打卡 我偷拍的 然後警察來的時候 我正在被攻堅 因為他手機都被子彈 彈孔耶 這不是彈孔 這其實是我們會更懷疑 真的房東他們可能有販毒 是因為這支手機 因為這支手機當時 就是警察走了之後 人都被帶走之後 他被遺留在現場 其實他們可能已經知道 警察來了 所以他們有先 這支是當時的六… 當時最紅的6S 他們把他打槍 把他弄壞 拿槍 把他把 他們是用東西把他 槌子 對 就是把他槌 槌爛 然後我趁他們不在 其實我常常在澳洲 偷偷的拍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 我真的他們 你會當自己生氣啦 對 因為我後來拍的這一張 然後他們後來就把他 拿去泡水的處理掉 大概將近一萬塊 而且澳洲一個月 他賺差不多將近20萬 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10幾萬差不多 10幾萬 10幾萬 跟20萬有什麼 不一樣 差很多 不要跟人家進角啦 15萬 15萬就只有這個 15萬 對 我們聽了幾個攝影師 已經交頭去 沒有…我們來嘛 好 不是… 不是要被人家顧 不要留著… 攝影師跑掉了 跑光了 哈囉 沒想到聽到耳機傳來 復控聲 復控 不要說 都便宜了 老婆不要說 老婆等一下 這麼爽 但是因為我們是 我會領到那麼高的錢 是因為其實也是 依照台灣的人個性去賺這些 其實基本上他們大部分的公司 就是有工作的地方 是很按照標準的 是8個小時 對 然後最多5天 對啊 就加班 我們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是志願性質的 他加班的話有加班的費用 對 所以他又願意讓我們留很久 所以我一天最高 平均每一天可能到10個小時 最常大概會到14個小時 15個小時 對 所以那個加班費會一直Double… 而且他們六個日 是完全價格是Double的 不是Double 就是有加成 加成 四倍價 因為他們自己加班 他們自己也不少 而且他們常常有國定的 如果家教也是Double嗎 家教 家教 我願意付Double的錢錢 對 我願意付Double的錢錢 你看那些墮豬都花到家教身上 不夠遠願意 這樣好嗎 你這個家教賺很多 他還說他願意有沒有 對… 實中律是在 去美國多久 美國半年 然後英國兩年 那你也是出聖會之後才決定要去 對 但是大學畢業前就已經 就是有決定 怎麼了 怎麼會有光光 那不是我嗎 販毒被抓到嗎 不是 那個是打工度假 那就是我的英國簽證結束後 要去歐洲旅行 就是往東移 就是我要向東移動的旅行 就是能夠到多遠就到多遠 對 然後就想說 之前就一直很想要試試看剃光頭 就想說 你真的很酷耶 對 只是自己愛剃就對了 你有哭嗎 沒有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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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就是旅行的時間有點長 要早點試做 所以我就是想說來做一個項目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 淨化星球之旅 就是我就一邊 我就會 很好耶 這個淨化 這個淨化 對 妳發我們那種 對… 那時候就想說就是可以 就是想做 一個人自己的心靈之旅 對 然後想說看可不可以 影響到別人 妳可以養活妳幾年嗎 幾個月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妳幾歲了 回到台灣之後我25 25 那還年紀很小 那還算很小 對 很OK 然後就重新在台灣新的時候 沒有 又去了美國 又去了美國 對 妳是做什麼的 對啊 妳做什麼 這麼悠閒 我今天不用猜 對啊 我今天是要猜有一個其實沒去 等一下騙人 等一下騙人 他就是你了 他自己根本就是離故 不是你十三歲 真的嗎 他去那邊出家人 趕當出家人 我說其實今天在錄我猜 被黑人囚禁過 什麼東西 對 因為剛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去英國的時候 我在去搭飛機之前 我的錢包掉了 就我全部都掉了 我只剩 我錢不夠 我沒辦法租房子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 找到一個同鄉 然後結果他居然 網路找同鄉 對 就是他是台灣人 然後我根本不認識他 我就跟他講說我錢包掉了 我可不可以去睡你家沙發 他人超好 他就來機場接我 他還來機場接我 因為我就給他資訊 就我的飛機資訊 就剛好他是在那個 他是在旅行社上班 對 然後所以他就 直接查到我的飛機 直接來接我 然後去了他家之後 發現說他的男朋友 他那時候的男朋友是房仲 然後他就問我說 要不要當他的助理 然後那時候就 一到那就有工作 就當他的助理 結果後來做沒有多久 每一天就是都有怪事發生 就是他的男朋友是一個 就是黑心的房仲 對 他那時候就是 他租出的一個房屋點就是 他叫我 他打電話叫他女朋友過去找他 我剛好跟他女朋友在一起 結果後來我們就一起去了之後 就是發現說門口就有黑人 就不讓我們進去 然後我們就解釋說 我們是他的朋友 他說太好了 進來 太好了 對 一進去 一進去他男朋友坐那個樓梯 就是通往二樓樓梯的一半 然後被一群黑人圍住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他那群黑人是租整 就是兩層樓的一個房子 結果他們要退足 結果他男朋友就開了一個名信 把他們的押金全部扣光 就是東扣西扣 扣二房公 對 做壞事 結果沒想到他們是黑人 然後就一堆人就來了 對 他們就直接就說 你現在就是要把錢 他們就是想要討錢 對 然後就不讓他走 對方是黑幫了還是什麼 不是 就是這樣子啦 不是… 是黑人 是黑人 太陽很大啊 對啊 就黑壓壓一片就對了 一片人 一堆人 對 屋子裡也滿暗的啦 後來怎麼辦 就退錢了 沒有 後來就是他們就打 報警 對 對 有學妳後悔嗎 妳有獲得些什麼嗎 我沒有後悔 因為我覺得其實出去就是 對 所以其實 體驗被黑人囚禁 對啊 這種也划天要學 因為我有體驗 遇到很多不同的狀況 然後妳的反應力 跟妳如果在外面 遇到什麼狀況的時候 是妳自己的那個能力會提升 來…世元…是在… 我是在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好冷門 對 斯洛伐克去年第一次開 第一次開打工度假簽證 然後我是第一個去申請這個簽證的人 你怎麼會選這個地方呢 因為覺得他 就是我對斯洛伐克 除了國民之外 我沒什麼了解 然後就想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好像不錯 所以開放第一天的時候 我就趕快跑過去 因為只有100個名額 對 結果一整年就 妳是時候好奇殺死貓 結果… 就只有你一個人 結果只有我一個人 第一天 好啦 英文很好啦 對不起 他就喜歡被人家稱讚 你好棒 英文好… 對 結果第一天的時候 就只有我一個人去 然後整年好像只有三十幾個人 神奇而已 就沒什麼好衝過去的就對了 對 結果我第一天很緊張 我還打電話去那個斯洛伐克 出台辦事處跟他說 請問已經滿了嗎這樣子 對 結果去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人 Only you 只有你一個 就是有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不像很多去澳洲 或者加拿大那邊 或去日本那些 都很多的資訊 可是去斯洛伐克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資訊 對啊 講什麼語言 講斯洛伐克語 怎麼講… 嚇我們… 掛… 不學客家話還更好對不對 好難想像喔 斯洛伐克語 他跟傑克語很接近 像如果打招呼的阿虎 然後…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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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阿虎你愛耶 你確實是阿虎 對 我的日本朋友 我在那邊有日本朋友 然後就跟我說 他剛剛斯洛伐克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滿街大家都在叫人家 笨蛋這樣子 阿虎… 阿虎… 好酷喔 對 那你去多久了 我去那邊十個月 十個多月這樣時間 將近一年的時間 對 那你工作的內容呢 我那邊很難找工作 所以我剛開始試過很多的 不同的工作 但是後來就只有去 因為我本來在學校當老師 在台灣教了將近十年的書 然後本來教了將近十年的書 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換個環境 我去斯洛伐克 結果去了之後 去那邊後來找到工作 又是老師 對 還是回到了 自己的本業 對 因為在那邊 其他工作薪水太低了 斯洛伐克的基本薪資是 兩歐元 比台灣還低耶 比台灣還低 可是你的時薪如果在愛爾蘭 就可以飛去很多地方了 也是 在斯洛伐克也可以 也可以 因為都是歐洲 所以就比較 它到哪裡都很便宜 在哪裡住在 我剛開始住青年旅館 後來我租了房子 好相處嗎 斯洛伐克很好相處 真的喔 斯洛伐克 我剛去的時候 我媽還跟我說 那邊是共 以前是共產國家 人會不會很兇這樣子 結果我一去之後發現那邊 人都非常好相處 大部分人都很好相處 就是你去那邊你 因為我語言不通 但是我迷路的時候他們都會 用很努力的幫我帶到 我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很多 我去那邊 後來認識一些台灣人 他們就說覺得在斯洛伐克 很像在台灣的感覺 就很親切 對 可是我聽說他們超級不守時 是真的還假的 他們就是 對 應該說他們的生活上面 不只是不守時而已 就是各種層面都很浪漫 很多時候我跟他們約了時間 中午十二點 然後十二點半的時候 還沒有人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打電話過去說 我現在已經差不多快到了 快到了 然後大概 遲到差不多一個小時 對 他們很常 很容易遲到 而且連不只是 他們應該是想要放你鴿子 被你抓到吧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對啊 那後來呢 後來就是通常吃飯這種 後來就比較習慣 反正你就知道大概 比較準時出現這樣就好了 可是像他們連找 我去找工作的時候 對 面試 然後約好說禮拜一八點去面試 然後結果到了我八點就去 早上八點就去 這樣子 就他們的那個 這也差太多了吧 不是跟我聽到的真的一樣耶 他們就很… 他真的很誇張的超級 他很慢活 好聽浪漫 因為是 全國都是樹籃 對 對 對 日本人很手實 對 但是你要找日本的弟子 你會崩潰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一丁目 二丁目 三丁目 不是由前到後的 是一坨一坨… 賣拉麵的 一丁目 二丁目 三丁目 那不是六丁目都排不到 對 這邊是一丁目 轉過去可能是六丁目這樣子 真的 亂跳的 我在那邊租房子的時候我那個 就是我都不知道房租 到底要哪一天繳 房東在收錢的房子也很浪漫 就打電話給你 然後跟你說什麼時候要來收錢 對 他就說這個月要來收錢 然後就說我明天就會 我明天幾點會到你那邊 OK 大概過了三天之後就打電話來 說我現在在你家樓下 真的 對啊 他就完全… 你有權利跟他講 吃光喝光了 我可以吃那麼久啊 好笑啊 真的 他就是連拿錢這種事 都不是很在意 現場大家都一起舉手好了 你去的這些國家 你去打工度假 有機會的話還要不要再去一次 你還想去嗎 請舉手 還想再去 每個人都要去 要去的話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注意安全 要注意聞聞那個味道 搞不好房東有算很獨立 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囉